2020雕役塑形南投雕塑大展活动 是为了延续发展南投县境内的文化特色 培养民众艺术文化素养 在南投县会展中心办理 而这也是县府文化局第一次 邀请县内30多位知名的雕塑家 展出木雕、石雕、竹雕、泥雕、鱼骨雕等精致雕塑作品 南投县山林溪流蕴藏丰富的资源 因此展出内容以复义山林、塑西相伴为两大策展主题 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参观 活动开幕当天 由县长李明珍主持、来宾云集、县议员赖燕雪、张维华、曾振岩及尤洪达都到场致意 并肯定这项雕塑大展内容丰富 我们南投县办了第一届的南投雕塑大展 因为我们会展中心过去几年 都是由民间区业来家受制一些活动 但是都收文票 效果并不怎么好 所以县长认为我们这个会展中心能够用这个空间 我们来办一个南投县的所有艺术界的艺术大师 让他们的作品都能够在我们的会展中心来展售 让我们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这边 还能够看到我们南投县的艺术 看我们南投县的所有艺术家的创作 我相信能够给我们南投县的这个艺术文化能够提升 那么县长借这个雕塑大展 能够启发我们南投县的所有艺术界的 能够让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想我们县长积极地在要规划 我们九九峰变成一个生态艺术文化的一个园区 所以我也在想说像我们南投县有这么多艺术界的创作 我们将来在我们的九九峰可以规划 像类似的木雕 木雕馆还是说石雕馆 规划馆 让我们南投县的所有艺术界的好朋友 所有的创作都可以在我们的九九峰来那边展示 针对县长林明珍 有意在草屯九九峰兴建艺术园区 县议员张维华给予肯定 表示南投县艺术人文汇萃 藉由展览活动的呈现 除了能引导民众培养艺术观 以及发掘更多艺术创意人才 同时聚集大师级的雕塑艺术作品 在九九峰艺术园区永续展览 相信可以让各界都能持续看到精湛的雕塑作品 南投县首办南投县雕塑大展 就在我们这个南投县的会展中心这里 我们看到全南投县的大师 包括我们的石雕 鱼雕 泥雕 还有我们的木雕 都来到我们现场各个大师级的产品 展现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会展中心里面 那我们这首届第一次举办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 观光来这看我们的这个雕塑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早期我们在做这个沙雕 之后衍生出来这一个雕塑这个展览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雕塑产品 那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南投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同时也希望 这位大师能够聚集在一起 能够在我们的未来 将要开发一个九九峰的一个艺术公园 在这个地方能够把我们所有产品 能够放在这里 让大家永续来看 永续来欣赏来观光 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大师 能够同时能够帮助我们县政府 能够规划一个 规划一个这个这样型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公园 让以后世世代代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好的雕塑 2020南投雕塑会展的入口意向 由18组逐艺装置组合而成的艺术魔方引领民众进入 展区中更规划了多元形态的艺术体验活动 包含动态实境区 VR实境体验 工艺文创事集以及工艺师创作展演等等多样精彩丰富的艺术活动 县议员赖燕雪希望借由活动达到提升文化创意人才 促进文化观光及在地产业的繁荣 南投县是崭新的一年 雕塑大展也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首创 我们看到南投县政府的用心 希望能够透过文化来带动我们的观光跟产业 尤其是我们南投县是我们艺术文化大师最多的一个县市 很多的一个雕塑在这一次的一个展场呢 让我们耳目一新 同时也能够透过艺术文化的行销 来把着我们的一个工艺创作 同时也让我们青年朋友的一个创意 能够进驻南投提醒提高我们的一个产业 同时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想南投县是一个观光大县 透过文化的一个软实力是最能够渲染的 所以这次的一个雕塑首创呢 引起相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燕雪在这边也承执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来见识一下南投艺术文化的一个深厚的软实力 同时带给我们心灵饱满 祝福大家鼠联都能够行大运 南投县精英会萃 在雕塑艺术界更为多样的精彩 文化局长林荣森表示 基于对外行销南投工艺之美的理念 特地办理了这次的雕艺塑形 南投雕塑大展活动 力药县内知名的雕塑艺术家王英信 王松冠 陈培泽 林清禾 林国龙 石正雄 白苍仪 林善树 张书宇以及许庆福 等30多位雕塑家共同展览 南投县其中工艺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这一回我们办雕塑大展就网罗了 我们县内在雕塑方面的工艺师们 大家等于是一个大感激 平常大家是属于比较分散的 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南投工艺的这个精华 可以把它集结起来 尤其我们南投是以观光为主走 当民众来到南投之后 我们希望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深刻 而且有文化有内涵的 这样的一种心灵的享受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雕塑大展 能够把南投的工艺之美 把它给对外行销 所有的民众来到南投参观 同时也能够来领受 南投工艺跟南投艺术之美 那在我们整个南投的文化艺术的领域里面 那工艺也算是一个大众 那这一回我们总共邀请了县内 有三十几位的老师 总共有一百多件 那其中包括像诗雕的王英信老师 陈培泽老师 还有陶艺的林善树老师 许庆福老师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水里蛇咬林果农老师 以及积极天心咬的林清禾老师 还有竹雕的叶吉祥老师等等 可以说不仅是我们南投工艺界的代表 同时也都是享誉全国的知名的工艺师们 知名的国际雕塑艺术家王英信 则借此下会展活动 悉心解说雕与塑的区别 他也笑说 雕塑园区经常被误以为是女子的塑身中心 其实进一步解释 雕塑就是有家有家才能成就艺术作品 主要是要能表现出精神的内涵与外在的激励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雕塑的工作 很多人都有一个凑结 雕跟塑造 很多人都有一些不大理解 雕其实是剪雕 木雕石雕是剪雕 塑是加上去 一直加 一直加 加起来就塑造 我们这样完成的作品是雕塑的作品 可以加 还可以减 所以我的工作室 常常有一些不知道的人去我家 以为我是因为我的工作室 在这玩意性的雕塑园区 所以很多小姐会错译 来说我那些是瘦身的工作室 雕塑 现在很多人都给我们去那里应用 所以说一定作品的完成 其实我们要用图去加 也要把它剪雕 既然做起来的作品比较能洗洗日生 像一个这一位少傅 我们做的制作过程 不是说只感觉做逼真 我们最重要是做到最后的阶段 那个神 精神要把它表现出来 像这样 它有一个身体肌理的造型 其实我们在制作 是从里面的肌理骨骼开始做 做到后来 应该也可以说我们是先做一个楼体的 然后衣服再把它加上去 最后再把它的精神内涵的生硬 最重要是精神 你只有像没有用 最重要是神硬要展现出来 这个是一个雕塑的制作过程 南投衣山傍水虽然不靠海 但环山林半溪流 所流经的流域 今年累月历经风雨的洗礼 都建构出不同的生态及生命力 木雕老师江松志则借由自己的作品 表达人生的旷位以及人生的哲理 象征人生的起起伏伏 他告诉大家 当一个人成功时 如何保持高度 失败了又要如何精进自己 这一次来参加南投的雕塑大展 我最主要拿了三件的作品 一件是歌良好画当时 这个是属于竹雕的作品 那它是以一个竹子的竹头 下去雕刻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是代表着一个历经沧桑的两个两兄弟 那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 在风光我业之后 他能够展现出说 自己的过往 系数的自己的过往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说 人生的起起伏伏 有成功的时候 也有会有失败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一个高度 那失败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再更加的精进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那个精彩 那另外一件作品是属于天长地久 一个呈现的方式 是利用以历经的方式来呈现 它有天长地久两个字 那在图腾方面 它有一个太阳跟月亮 太阳里面也会有一个黑暗面 也会有一个阴暗面 代表着我们也会有所失误 那当你知道失误之后 怎么样子拨环归正 让它呈现一个原而美的一个人生 那再一个作品就是儿时寄去 还记得我们在国中时期 都会背到这个儿时寄去的一个课文 那刚好就用这个课文来呈现了 我在那个乡间所遇到的一些东西 有小鸡有一个沙子 沙池 把它组合成一副有景深的一个作品 那能够让我们回味到我们在求学阶段 一个读书的乐趣 这次又是我在参加雕塑大展 拿出来的三件作品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县长的创意发想 集合县内众多优秀的雕塑大师的作品 第一次在南投会展中心办理 展现南投的亮点 这些作品有木雕 竹雕 石雕 玉雕 甚至泥雕等等许许多多不同的梅材 琳琅满目 有的还配上灯饰 更加令人赏心悦目 也由会展中心所展现的 每一件不同梅材的作品中 看出南投县蕴藏丰富的山林 溪流的资源 以及多样精彩的文化特色 值得发扬光大 今天是我们的雕鱼塑型的南投雕塑大展 这每一行的艺品都很好 不管是有部分的沙雕 磁雕 木雕 铜雕 都很漂亮 像我们的南投官的水 南投官的特色 南投官漂亮的亮点 尽量在给我们的国伦 大家都可以来参观 2020雕鱼塑型 南投雕塑大展 是南投县第一次举办 邀请30多位 国内外知名的雕塑大师参展 作品丰富 内涵精深 超过百件 希望能聚集 各美才的雕塑艺术家的作品 提升南投的文化创造力 培养更多艺术人才 让南投的文化特色 更加发扬光大 民意新闻王水仙专题采访报道 本堂本对方 Monaten 很像文化求听传统 由于晓三年之间 童谷公园的称总监